日前 旧金山警方接獲報案 在一名宅內發現了一具男子屍體 目前 警方已逮捕了兩名嫌犯 同時發現 嫌犯還盜刷了受害人的信用卡 購買了一輛寶馬汽車 據鄰居一家人報告 65歲的Brian Egg失蹤幾個星期 本週 旧金山警方在失蹤男子家中 魚缸內發現了無頭乾屍 並逮捕了出入他家中的52歲的Robert McAfee 和39歲的Lane Silver兩名嫌犯 不過他們很快就被釋放 週三 驗室官正在確認發現的乾屍 是否屬於旧金山失蹤男子Egg 以及導致他死亡的原因 直到確認前 檢察官不會向兩名嫌犯提起謀殺指控 McAfee被允許自由 但Silva則被拘留在阿拉米達縣 週三下午 他因緩行違規 在阿拉米達縣法庭暫短出庭 直到法庭裁決 目前他不可以被保釋 警方發現Silva擁有被盜的信用卡 但目前 他向調查人員承認開了寶馬車 但不承認欺詐性購買 旧金山檢察官向Newark Siume汽車銷售公司老闆 展示了Egg與Silva的照片 Siume認為Silva更像那天來買車的人 他認定Silva是6月1日使用Egg的信用卡和現金 購買了2007年750型號寶馬車的人 新唐人記者 古信玉 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